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若3乘以sinx的平方 加10乘以cosx-6等於0 是求sinx即cosx之值 好 那麼在這裡我們利用平方關係 把這個sinx的平方 換成是1-cosx的平方 所以呢我們寫下來 這是3乘以1-cosx的平方 然後加上10乘以cosx 然後再-6等於0 那我們乘開來 這是3-3乘以cosx的平方 然後加10乘以cosx 然後-6 這等於0 那我們整個式子一項 我們得到 這是3乘以cosx的平方 然後-10乘以cosx 好 那移向過去呢 這是6 然後-3 所以呢這是加3等於0 好 那我們做這樣的分解 3分成是1乘以3 這3呢我們分成是3乘以1 好 那因為這裡是-10 所以正號呢 我們分成兩個負號 這負負得正 好 所以呢我們得到 這是-1 去加上-9 所以等於-10 因此呢 這個式子我們可以分解成 這是cosx-3 去乘以 這是3乘以cosx-1 好 這等於0 因此呢 cosx是等於3 或者是 這cosx是等於3分之1 但是cosx的值呢 是介於-1和1之間 所以cosx等於3 這是不合的 所以呢我們就算出 這cosx的值是等於3分之1 這個答案 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求 sinx的值 好 那根據cosx等於3分之1 那麼sinx的平方 這是等於1-cosx的平方 好 這是我們利用平方關係 那麼得到 這是1-1 3分之1取平方 這是9分之1 所以呢我們算出 sinx的平方 是等於9分之8 所以呢兩邊開根號 我們就得到 sinx的值 這是等於正負 根號9分之8 那麼根號9是3 根號8是2 根號2 所以呢我們這裡是 3分之2 根號2 所以3x是等於正負 3分之2 根號2 這一個答案